在一个很偏远的封闭的一个小镇上 这个小镇上只能听到两个广播电台 一个电台专门广播名人的消息 或者是热门歌曲的排行榜 它的收听率相当的高 第二个电台只是一个专业的气象广播电台 它的听众只有一小群人 有一天晚上气象电台发出紧急的警告 一个威力惊人的龙卷风将会经过午夜来袭击本证 电台呼吁证明立刻疏散 这时候一小群听众他们组织起来 有的人去找镇长 有的人到街上敲锣打鼓去跟他们讲 要有龙卷风来了 有的打电话给第一台 请求播出龙卷风的消息 好保存小镇居民的生命健康 镇长说 本证从来没有过龙卷风 龙卷风的消息是气象电台 误报和捏造 为了是提高收听率 敲锣打鼓的人被别人认为他们是一群疯子 而第一个电台则已现场正在访问名人未有 不能插播这一条生死存亡的消息 结果小镇被移为平地 后来者没有人知道这块土地曾经是一个小镇 我们每一个日子都可以是我们最后的日子 很多人自己不知道今天可能明天就是自己最后的日子 我在两个礼拜前接到一个听众的电话在广播里 他就告诉我他的先生 当时他太太做了梦 告诉他这个梦遇事他先生非常不好 叫他先生当心 结果他先生不相信 他带着先生和女儿一起出去 结果先生被汽车当场撞死了 现在就剩下他和自己的孩子 所以我们人要以敏锐的心过每一天 要用心看看这个世界 不要再去贪啊 去跟别人争啊 过好自己的每一天 我们不能把每一件事情都认为 理所当然这是应该的 因为所有的事情都会改变 所以我们要用你自己的心去衡量他 在你这个人生当中值不值得去生气 去发怒 学佛人的心态应该是接受的心态 这就是佛教当中说的 要去除无名 我们对很多事情不明白 我们不能去认为它不存在 就像我们六十年代 肺结核死了多少人 实际上那个时候就是肺癌 肺癌还没被科学家证明的时候 难道它不存在吗 它是存在的 所以希望大家要用平衡的心 要有学知识的心 好好地来过完自己这后半生 让自己去除无名 好好学习 让自己的心平静 让自己美丽的心灵 拥有佛性 每天帮助别人就是学佛 每天能够让别人幸福的人 他就是人间菩萨 台长告诉大家 在人间必须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你如果恨 生活 哪里都有恨 随随便便 你就能恨别人 我们在人间要学会感谢 升华为感恩 你如果要感恩 处处可以感恩 所以我们抱着感恩心 才能拥有慈悲心啊 所以学博人 先从感恩心 感谢心开始 感谢我们的父母亲 把我们养大 感谢我们的老师 感谢我们曾经的伴侣 让我们懂得了人生 所以一种感恩心 会让你觉得这个世界上 别人都很可爱 学博的人必须要好好地改变 自己的无名 帮助你自己的成长 你如果成长 每一个事情都在你的预料之中 慢慢地成长 在人间最重要的 不要去怨别人 因为你要学会善待啊 不是世界选择了你 而是你选择了这个世界 既然来到这个世界 就要克服自己身上的不好习惯 让自己的心慢慢地适合于这个世界 我们说烦恼在人间既然无处可逃 不如以喜悦的心去迎接它 心中既然没有净土 不如好好地修心养性 愿望既然没有如愿 那我们就要随缘 心胸要豁达 要开朗 是学博人的基础 处世的坦然 是学博人的智慧 为人和气 那是我们学博人的开悟啊 看破人生 那就是我们学博人的解脱啊